这是一个地主的淘汰赛的第一场比赛 这个巴塞是泰国四大拳王之一和波球齐名 但是很遗憾他在昆仑杰两战两败 可见昆仑杰这个水平之高 因为确实这也是一个高端的赛事的品牌 这么一个高处不胜寒的地方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 通过中药条理重回男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房市时间短 薄情无力硬度差 中途疲软 肾驱 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家中医老师微信 574993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二十至四十分钟 股身壮阳 严实祝国 彻底告别 快难软难 记住微信 574993200 选手的 抵抗 马拉特打得很主动 压着这个巴塞在打 双方实力都很强 好 而且第一局打得非常激烈 都有KO对方的想法 现在马拉特好像占据一定的主动 应该现在整个局势上看呢 对于巴塞还是有所不利 巴塞刚才用两个腿法来扭短局面 两个后面连续 正如你说的巴塞可以更好地用腿法 可能是他的优势 完全拼前他不一定能有优势 危险但是我们看到蓝芳先生 并没有能够迅速地跟进 但是他这个手已经触地 可能会扣一分 觉得巴塞就没有处得优势 这样逼迫他第二局会打掉 然后更主动开心 对方危险很强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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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被击倒 对 这是 对方不给他任何传奇的机会 对方打得很有经验 然后他抓住机会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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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方经验非常丰富 在取得优势的时候就连续进攻 对 一般选手的话受到重击以后 他的反应会短暂会比较迟钝 更容易受到击打 对于巴塞来讲呢 他确实也推倒得纠结 巴塞也非常的顽强 刚才这么多重击居然还能挺住 对 但是也不能小看巴塞这个地边腿 在这种坎踢啊 对 也会给对方造成很大 中中选手说泰拳手打 不管输赢 常常这个腿都很难支撑 就算你赢了下了以后呢 也是一拳一拐 对 他们的这个边腿非常的有力量 叫坎踢 这个巴塞就是希望跟他肉搏 然后硬碰硬地打倒对方 但这对他也很对他危险 这连续后手拳 我们看到巴塞呢 是以棋身之道环斥棋身之身 马拉萨在印度这个 黄风暴雨的进攻后 现在稍微有点迟反 你看巴塞在主动进行有效的攻击 巴塞体能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你看像刚才在震吞腿 等完以后我们看到自己为了立足不稳 对 巴塞也非常危险 因为现在体能下降 防守能力也下降 刚才我们讲的双手有点掉价 对 双手有点掉价 这时候马拉萨在主动进攻 非常危险 巴塞可能起不来了 很可能起不来了 难逃一劫 对 因为这个体能不行了 真是出乎意料 巴塞还能站起来吗 好 比赛结束了 优秀选手在比赛中呢 确实还要做到呢 是有力有劣 有力有劫 还有张弛有度 对 他主要要攻防兼备 我觉得这个巴塞这两局打得太凶 就是全力进攻 防守我觉得有点做得不够 受到过多的众击 尤其他那个不法应用啊 应该说呢 相对的还是比赛 蓝方选手 在第二回合2分43秒 KO队手获胜